然后美国的所有的补给舰 在关岛那边刚好被中国的东风飞弹 全部封锁 一艘船都出不来 这是最糟的状况 在这最糟状况之下 大家想想看解放军损失80艘军舰 是什么意思 解放军目前有的军舰 航空母舰三艘 这80艘里面我敢保证 绝对没有这三艘航空母舰 因为这三艘航空母舰 是用来对付美国的 他绝对不会在美国认真完之前 把这三艘航空母舰拿来登陆台湾 或者做封锁台湾 不会航空母舰这三艘 绝对不在这80艘里面 对因为他的对象是美国 之前不都一直讲说 那三艘航舰就是台海北中南 封锁台湾 百拍 如果真的北中南三艘航舰出来 都在这80艘被集成的 或是集毁的战舰里面 那中国海军废了嘛 对因为这三艘目标最大 对废了 所以最好打 我敢说这80艘里面 绝对不包含这三艘航母 那包含哪些呢 也不会有两栖登陆舰 因为他也只有两栖攻击舰 只有三艘 这三艘不会在这个时候使用 因为两栖攻击舰的整个续航力 他是要打第二岛链 对所以不会 哪些是被打穿了呢 我告诉你驱逐舰 护卫舰 主要是这些舰 因为他的护卫舰有超过99艘 驱逐舰有超过60艘 所以这80艘里面 80艘里面绝大多数是驱逐舰跟护卫舰 表示什么 是在争取海优的时候被集成的 那这80艘被谁集成 被我们 就是被国军集成的 对 因为他所设定就是说 美国在关岛被挡住了 日本跟菲律宾 也因为作战 甚至澳洲都因为状况而退缩了 所以说这80艘是谁打 是谁打趴打成的 国军 80艘是什么样的概念 中国大概大小 因为中国的战舰一直在增加了 现在应该将近400艘了 可中国战舰做的方式是 新的战舰进来 旧的不淘汰 再老都留着 再老都留着 不像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军 新的战舰进来 旧的就拿去当余胶 就淘汰 他不淘汰 全部都留到 所以说 一艘战舰上面的 这个编制的海军不多 新的海军到新战舰 然后这个不够的海军 陆军就编上来了 所以被打成的80艘 将近进入中国所有 这个战舰数的三分之一 光凭台湾一己之力 干掉它三分之一的航舰 对 所以这个兵推是推这一块 就是前一段时间 美国一直在讲 如果在美国 没有办法及时补给台湾 盟军没有办法 及时介入台湾的时候 台湾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告诉你 就是集成80艘 这比我想象中 我们国军还更强 对 多 就是飞弹 反舰飞弹 我们的飞弹把它打成打趴的 那你说后续怎么办呢 所以他这个兵推就是说 后续有八万人上来以后 台湾顶不顶得住 台湾顶不顶得住 我们的国军顶不顶得住 对 那其实他这个后面的话 也没讲完 那这八万人 不是像我想象那种 诺曼地大登陆 有规矩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态势的这种登陆 不是 是突击登陆 在各个小港口 小点这样上来 累计了八万人 渗透到台湾来 是这样的状况 那美军就讲了 他没有写明 这八万人呢 是被台湾给俘虏了 殲灭了 还是说成功的攻入台湾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经济特区啊 或者军事 或者是这个政府的特区 没有 美国没有讲清楚 没有讲清楚 对 所以留下了给在场记者 很多想象的空间 那在我们军事长期 在兵推的状况就是 这八万人 如果是在他被集成了 八十艘战舰以后 这八万人还是上来了 这叫什么 这叫禅兵 这叫禅兵 因为你看八万人 看起来很多 整个台湾 你一分布 一个地区大概几百人而已 那几百人上来 你要想到一件事 他的子弹从哪里来 国民党的总统 这个选举的这一盘棋 被朱立伦玩到现在 就已经注定分裂 就已经面临 是连国民党都分裂的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在考虑 两边都会互相仇视的情形之下 我们最后还是不要排除 朱立伦出来 扛下去的可能性